人的命运可以预测吗 命理学真的能够让人看清命运吗 命理学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 又为什么不被众人所承认呢 大家好 我是白同学 这一中我们古籍篇要讲的就是 近代预测书的鼻祖 冤海子平 人的命运可以预测吗 按照今天的流行观点来看 当然是不可以的 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所以想要探究这个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追根溯源 看看到底是谁提出这个问题的 看看他到底是怎样预测命运的 命理学的起源很早 但真正能够影响到今天的 或者说今天比较流行的 就四诸八字了 而冤海子平这本书 就是四诸八字的鼻祖 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发过私信 就纳梦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作用 能不能预测 以及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 和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随着冤海子平 一起进入命理学的世界 声明一下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命理学 是一个学科 而不是算命 这一点要搞清楚了 学科是用来研究的 或者说还未被证明的 而算命就忽悠了 至于为什么 稍后我们就会说到 另外 由于存在缺陷属于边缘之事 所以大家还是当作故事 来看一下就好了 唐朝是一色书发展的鼎盛时期 先有袁天刚的爵士相法 后有李淳峰的关心定命 两人还合作了一本推背图 号称预言了唐朝之后的2000多年 后来武则天让人编著的《大云经书》中 还承认了两人是旷世奇才 袁天刚和李淳峰 在朝廷任职的单位叫做太史局 这个部门专管的就是天文和立法 也就相当于古代的科研机构 在老百姓的眼里 就像是特种部队一样 但奈何岁月不老人 袁天刚和李淳峰相继辞职后 太史局就逐渐落寞了 开始名不符实 但没过多久 太史局又出现了另外一位大人物 这个人叫做李虚忠 也就是他 改写了近代命理学的历史 奠定了四柱八字的基础 李虚忠也很谦虚 写下了李虚忠命书 并且在其中强调 四柱八字不是我发明的 是战国神人鬼谷子写的 我只是批注一下 给大家翻译翻译 说实话 我本来也想解读这本书的 但奈何他失传了 只有残卷 幸运的是 到了宋代 有一个叫做徐子平的人 保留了下来 这个徐子平是影士 一心想要修宪 听说成团和李东斌 都在华山隐居之后 心一横 眼一闭 词官就跑去华山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徐大生的人看不下去了 人家老子吸出韩关的时候 还留下道德经了 徐子平想想也是 就这么隐居太可惜了 这么做也对不起 鬼谷子和李徐中啊 于是 徐子平就收了徐大生为徒 把四柱八字的理论 传授给了徐大生 徐大生根据师父的教导 写下了这本原海子平 因为自成一脉 且源自于徐子平的理论 所以也常常被人称为是子平树 这样的话源头就找到了 今天之所以有很多人觉得 命运是可以预测的 就是因为这个子平树 那这个理论靠谱吗 说实话 这个理论特别难懂 十分的复杂 学习古文化或者是学习哲学的 一般都会接触一些 至于为什么我个人反对算命呢 我和大家解释一下 命理学要研究 但是算命却不可信 这是两个问题 研究历史不难发现 命理学是存在种确率的 是没有确切定论的 子曰500占而70档 也就是说 孔子差不多有个70%的种确率 有看过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演讲的也知道 他也是差不多十之六七 至于为什么 他们都说不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目的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没有定论 无法识别真假的行当 如果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最直接的就是 很多人无法分辨真假 导致被骗 骗才只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指了一条弯路 第二方面就是侧面影响了 这部分被骗的人 会极其的仇视传统文化 如此一来 可能命理学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我做这一期的目的 也是让大家熟悉一些命理学的知识 防止上当受骗 我们还是以看书为主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过于复杂 我们还是以解答问题作为切禄点 四柱八字 通俗点来解析 四柱就是四根柱 八字就八个字 这解析简单吧 四个柱子八个字 一个柱子上就两个字 这四根柱子分别代表的 就是年 月 日 时 这个就是古代的天干地支理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成八字 所谓命理学的基础 就是要确定生成八字 和五行生客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下 自己的生成八字 重申一下 我在很多大学都听过命理学的课程 有很多大学教授都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命理学 他确实值得研究 特别有意思 属于医学的扩展 哲学的延伸 但是不能盲目相信 如果有质疑 我希望你也能去研究一下 话不多说 要确定八字 首先要确定天干地支 所谓的天干就是甲乙丙丁 五己更新任魁 代表的就是世界的变化 从出生到萌芽 到生长 再到强壮 茂省 弯曲 更替 艰辛 枯萎 凋零 一共十个过程 再看地支 子丑 银茂 成四 五味生 又徐亥 也就十二生肖 属于古代的纪念法 天干取一个字 地支取一个字 相互结合就可以组成一柱 有些朋友可能确定不了 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手机上的日历 其实就可以查看 比如说1990年5月1日上午9点半 就这个时间 把手机日历打开 翻到1900年5月1日 就可以看到六个字 也就是耕武年 耕承月 丙银日 1900年是年柱 年柱上的两个字是耕武 武是月柱 月柱上的两个字就是耕承 一是日柱 日柱上的两个字就是丙银 这样八字我们就确定了六字了 接下来就要确定十柱了 这个稍微有点麻烦 大家先看一下时辰对照表 找到自己出生时辰对照的字 比如上午9点半 对应的就是四 这个四就是第八个字 那么第七个字是什么呢 再看右面这张表 日柱上的第一个字不是丙吗 我们找到丙对应的一列 然后再找到四对应的一行 相互对应起来 就可以看到这里是鬼四 所以日柱上就是鬼四 这样八字就比较明显了 至于测算方法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为什么生成八字 能够测算命运呢 根据这本书的理论来看 年柱代表着父母 也就是幼年的时候 月柱代表着青年 日柱代表着中年 时柱代表着晚年 确实是比较抽象 冤海子平和周一的行文风格 是一致的 一共有五卷组成 第一卷讲的是理论基础 二三卷讲的是具体方法 四五卷就是一个歌诀之类的 也就是对照表 那怎么分辨自己 有没有碰上片子呢 其实很好翻遍 你就看是不是以此魔力的 只要是以此魔力的 基本上都是片子 因为徐大生自己知道 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到过 这个东西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也就不会存在了 徐大生留下这本书的目的 是让人们把它当作是一本工具书 或者是继续再加深研究 大家注意 研究是不分好坏的 但是明知道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还拿着出去给人推算 而且还收费 那就是有问题了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历史 为什么命理学越来越脏人唾弃了 在先秦时期 预测术和命理学是一个颇为魔幻的学科 属于帝王术 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又不被人们所承认了呢 主要原因就发生在唐朝 唐朝之前虽然有这门学问 但是老百姓接触的很少 只是听说过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达官贵人可能略懂一些 不过也仅仅是作为兴趣爱好 并不会以此魔力 自唐代之后 大约是唐末宋初时期 预测术开始在民间风靡 乍一听 这应该是好事 这不相当于普及文化了吗 恰恰相反 反而开始遭人唾弃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 算命先生这一职业 真正大规模的出现是在宋初时期 也就是四诸八字风靡的时候 像这里学问的书籍 基本上都是公式 能读懂字就可以拿过来套用 于是 这一部分能读懂字的人 就开始摆探算命了 结果可想而知 准确率普遍不高 在民间民生越来越大 却越来越臭 到了这里很多人就纳闷了 那是不是说明这门学科就忽悠呢 并不是的 这是一种现象 我们举个例子 就拿数学来说 如果现在学校不教数学的话 我们就只能自学是吧 但是人与人之间肯定是有差距的 有人能自学到乘除法 但有人只能学到加减法 你说如果学到加减法的人 出门摆摊 给人算乘除 会不会出错呢 肯定会出错的 但是帝王设立的官职不一样 是从全天下抽那么几个人 那肯定是抽最好的了 而且帝王心里清楚 不会出现百分之百的种学率 但是他们仍要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文学龙来研究 所以在这门学科并没有真正普及之前 聚集研究要比广泛传播更有效 从这里我们也能知道 为什么命理学能够经久不衰 它经久不衰的原因 并不是人物普遍性命 而是有人觉得准 有人觉得不准 大家随意调查一下 肯定是这样的 但近年来我发现了一个可悲的现象 在大学校园中 很多人相信星座 却排斥命理学 其实本源上他们是一个样的 尤其是在哲学课堂和古文化的研究课堂上 很多老教授 本着普及文化的心态 给大家介绍这些古文化 中间没有产生任何利益点 但仍然掩盖不住学子梦的厌恶 很多年轻人宁愿相信西方的星座 甚至为西方星座买单 也不愿意看命理学一眼 更重要的是 命理学中本身就包含着古星相学 其实文化真的很难保留和传承 在抵抗西方文化清晰的同时 还要防止自己人动手 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 那我们不会不传播了吗 是的 希望韩国下次生疑的时候 我们仍有机会反击 希望后来人不会将这段历史拱手相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